国泰大集资,发行195亿元级香港特区政府。另外公股集资117亿元。此外,特区政府也提供78亿元贷款级国泰。使到国泰总集资额达390亿元。 以度过难关,发行级特区政府的195亿元优先股。附送等值19.5亿元的认股权证。每股认股价与公股价4.68元相等。特区政府可以选择自己认股或把认股权证卖掉。因此,最终市场市会多出6.08%的国泰股权。 使到原有股东的股权轻微下降。因此,最终泰股、国航、卡塔尔航空这三大股东的控股权将下降至42.26%。28.17%及9.38%。 如果特区政府参与认股,将成第四大股东。如果特区政府选择将认股权在市场卖掉。 则太古、国航及卡塔尔航空的控股权会下降。 不那么货源归边。街货将增至20.19%。全世界的航空股股价都大跌。但是,近日美国的航空股股价狂升。数日之间,升幅达一倍以上。 也因此,国泰选择在现在公股市选对了时间。公股价价4.68元。与前日收市价比较。折让46.8%。不公股的小股东亏死。三大股东也都承诺依比例公股。 国泰这次公股。震撼性有如当年前汇控005公股。当年,公股不公股也成了许多小股民讨论的业本话题。 这个世界不能没有航空公司。因此航空公司成了重要度不能倒的企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